基隆旋转小鸭 360度随你拍 本月21号黄色小鸭将游进基隆港 昨天上午小鸭发起人黄景泰 让媒体进入台船公司 参观小鸭底座浮台测试 将近30位的专业工程师 大家分班轮流 打造这只会旋转的黄色小鸭浮台 这座浮台堪称全台湾首创 是会360度旋转的浮台 小鸭本身还会呱呱叫 秘密就在底座上 多加一层油压浮台 初期小鸭旋转速度 约3到10分钟一圈 可依照需求调整速度 浮台经特殊设计 长宽各9公尺 直径15公尺 总重16.5吨 要下水时 浮台的四个角 要绑上重约5吨的定锚 并配置两组发电机 如有状况 3秒钟内可切换 24小时让小鸭充气饱饱 其间文化大学气象团队 将全程监控风速与风向 如果阵风超过7级 为了安全 小鸭将销轰避难 我们大概每转一次 大概是10分钟到15分钟 然后每15度角 再会停隔5分钟 让大家来激动看黄色小鸭 不同的感觉 在小鸭附近的餐饮业者 也都做好相关准备 长榮桂冠是八楼餐厅 推出小鸭系列甜点和勤进房 客房内会摆放黄色小鸭纪念拖鞋 与手工小鸭巧克力 可直接看到小鸭的咖啡店黑兔兔 店内只有20人的空间 开幕当天会做人数控管 而在东码头的虾兵蟹匠 则推出小鸭早午套餐 套餐附有小鸭造型面包 相当可爱讨喜 此外由于小鸭展旗 跨耶旦节 跨年元旦和春节 预期将出现爆量人潮 国道客运不但推出黄色小鸭直达路线 所有开往基隆班次的驾驶 也全都穿上黄色小鸭衣帽 其中两辆客运更彩绘成黄色小鸭专车 21号上路 另在加开五成班次加入书运 预估周末最多可加开300多班 台北转运站和基隆车站月台 也将彩绘上黄色小鸭 台铁也规划将10列电链车 彩绘成黄色小鸭列车 还有多列EMU100型车头 也将挂上黄色小鸭看板复始 车票将在21号当天开卖 黄色小鸭列车时刻表 最快下周公告 动新闻 大家逢小鸭 报道